明星快报报 不如像郭德纲低头早点回德云社算了当然一般情况下是双方是回不到过去的除非有特别好的契机比如说曹玉道特别大特别大的坎这时候郭出来帮一把说不管怎样无论是除名还是摘子孩子又难不能坐视不管毕竟是从家里长大的反过来也一样郭有事了特别大事曹也可以曾经看过一个传言讲 曹托人去跟老郭说喝老郭咬着牙没答应才有的后面一系列闹剧毕竟郭德纲不是简单的人曹云京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想的有点天真了现在德云社如日中天要人才有人才要市场有市场更何况曹云京那时候也闹得过分所以妈老郭绝不会让曹回德云社的 而且当初闹翻的起因是郭德纲修家普时候把曹云京和云伟骂得狗血喷头说有云字科二人怎样怎样才有了曹云京几千字的文章然后有了郭德纲的几千字的文章 在这之前曹云京对郭德纲还是挺尊重的当然如果没有曹云京现在郭德纲的徒弟们还是每个月四千块钱死工资还想拿那么高的收入所以德云社的其他人应该感谢曹云京 若论业务能力德云社云鹤九霄全算上没有一人能与曹云京相比曹云京当年出走也是年轻气盛倘若此时回来认错回归真让人看不起了他当年可是在官二爷向前发过似的自己选择的即使跪着爬也得坚持住假如实在扛不住了做直播带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是十年前说曹基本功扎实那没问题现在不好说 曹多少年不说相声了一年上台几次我是不信他天天在家练基本功其实郭德纲老师经历过的曹云京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翅膀硬了有自己的舞台郭德纲离开杨志刚老师他要吃饭呀要养家郭老师落魄的时候杨老师根本不认这个徒弟可在郭老师发达的时候杨老师把老郭告上了法庭所要三千万 这就涉及到了人品问题所以曹云京离开德纲社和郭老师离开杨老师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离开未必不是好事好好的做自己的事业多挣钱各自安好就行了以前发生不愉快的事就让他过去 人又要往前看吗曹云京后不后悔想不想回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即便想回也不可能了自己已经把路堵死了刘云天不个软不是没有可能但希望曹云京坚持住毕竟取义方面百花齐放才是春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 再见